一般人学乎 为什么不能成就 障碍就是在生活当中 对人对四对五 其心动念 其不善的心 动不善的念 固然不好 你起善心动善念也不好 这个话怎么说 其我心动我念 你造的是三我道的也 其善心动善念的 你造的是三善道的也 佛说不好啊 是因为你没有办法超越轮回 三善道三我道是六道轮回啊 那么佛又常常教给我们 断我修身 这个话 跟这个意思 有没有矛盾 如果你不能够深洁意趣 这个话是矛盾 你真正懂得佛的意思 那就没有矛盾 为什么呢 佛所说的善不是善我之善 善我之善是相对的 相对的是轮回 佛所讲的法不是相对的 善我两边都离开 这是真正的善啊 我们要懂这个意思 你看看 谭经里面所讲的 能大师对慧民的开示 慧民是四品将军 跟吴族出家了 军人啊 性情急躁 动作粗鲁啊 能大师 离开黄梅的时候 他们一帮人去追赶了 想把一波抢回来啊 这个四品将军跟普通人 的确是不一样的 别人没有追到 他追到了 所以慧民把一波的时候 摆在一块石头上 自己跑到草堆里藏起来 这个慧民看到一波在那里 提不动 你看这将军 他就知道了 所以这个人回头的快